当然我们在这儿讲啊 就是说 纳布里奥拉在从起源学的观点 在认证历史维吾主义的 经济基础决定 这个基础的时候呢 他也就同时啊 讲这个维吾史观起源的时候 也认证了 历史维吾主义的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这样一个原理 那么他的认证是什么样的呢 他就认为啊 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不是一个经济的因素 决定上层建筑的这样一个因素 而是什么 它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经济啊 它是一个系统 经济是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经济系统呢 它在这个发展 这个历史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啊 上层建筑的各个因素啊 是随着经济的需要 吸收到这个社会当中来的 然后构造到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这个思想 它表达什么呢 实际上是反映了 资本主义这个 在这个启蒙 启蒙完成时代 也就是说 它建立民主国家时代的 这样一个特点 这样一个特点 这个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马克思时代 它是一个自由资本的时代 它强调经济基础 对上层建筑的批判 那么它是要什么 用这个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就是现代社会 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经济 这样一个经济的发展呢 来摧毁 这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它是摧毁啊 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同样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但是呢 同样是这两个因素 但是这两个因素啊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啊 它会有不同的内容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呢 这是马克思自由资本时代 它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它是资产阶级的 或者资本主义的 它的上层建筑什么 是封建的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这个政治国家 它是封建的这样一个上层建筑 所以它用资本主义经济去摧毁它 它是不是强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那就说你不适合它的上层建筑 你就应该给消除掉 那么就是说 它的这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是不适合的 它强调一定是经济基础 要推翻上层建筑 那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 它是必然的 你这个上层建筑 你没办法去阻拦它 但是到了拉布尧拉的这个时代 19世纪 资产阶级已经建立了 这个民主国家 也就是说建立了 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相适应的 这样一个国家形式 这个我们在讲序论的时候 已经都讲 讲这个概论的时候已经讲了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拉布尧拉 它对面的什么 是资本主义的 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 那也就是说 它要探讨什么 我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是和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上层建筑 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它的国家形式是怎么样的 所以它的研究方法就不一样了 它用起源学的方法研究是什么 我随着我的经济 在资本主义国家 它什么 经济是一个系统 经济是一个大的系统 它不是一个单个的因素 是一个系统 在这个系统当中 随着这个系统的发展 它会要求逐渐的改变你的 这样一个生产关系 然后随着生产关系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博恩斯坦不是讲的吗 我现在信用体系也建立起来了 这个交通也发展了 这个电报业也发展了各种 就是各种这个和这个经济发展相关的 生产力相适应的这样一个社会关系 都建立起来了 那么我还发展了国家形式 企业家的组织的联合体 然后和它相相对立的建立了 这个民促国家 就是以法律啊 来规定的这样一个国家 每个人的这样一个权利结构 那么这样一个因素 它就要认证它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是经济决定的 就是说你经济的发展是逐渐的 你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 逐渐的进入它的系统 随着我的这个经济系统的 这样一个需要来变化 它的机构和结构 那么如果我这个资本主义 再进一步发展了 进一步发展它的经济发展了 那么它的国家形式 它的上升建筑 也会随着什么 它的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起源学的这样一个考察 那么这样一个考察呢 我们可以看到和这个马克思 那个时代啊 因为它面对了经济基础 和上升建筑的关系是不同的 所以它的这个联究方法 考察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它为什么 用起源学的方法来考察 而强调的 就是我们这儿强调它的 这样一个联究方法呢 这样一个原理啊 它也是认证 经济基础决定上升建筑 所以它坚决反对说 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升建筑 我们不能用这个因素论来讲 就是说经济因素决定上升建筑 它不是一个因素 对一个因素的关系 而是随着我的这个经济的 这样一个发展 这个经济基础的这个发展 你上升建筑的国家形势 不断的发展变化 比方说在这个封建时代 这个封建的国家里面 它是没有这个经济管理职能的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政治国家 它的结构就是一种政治 用政治实力经济服从于它 政治是为主的 但是到了这个现代国家 也就是说马克思说的 现代国家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它除了这个政治管理职能以外 它还会有什么职能呢 还有一个经济管理职能 它的经济的管理日益 渗透到国家里面 成为这个国家里面 一个很大的管理职能 那到了这个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初以后 就是西方马资主义研究 那国家发展的更多了 它就是什么 出现了伦理国家 也就是市民社会 就是说你国家里面 它不仅仅是政治国家 它有一个政权 而且还有一个市民社会的 这样一个 就是说文化国家 所以它又有能力国家 所以它就出现了 这个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所以它这个什么 资本主义的这个社会的 这个结构啊 这个上层建筑结构啊 它是随着你经济 这个系统的这样一个运行 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机能来 那么这样一个 它这样一个考察方法 这样一个认证方法 就给了我们思考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方法 就是我们对这个资本主义的考察 你不能简单地用一个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完了 而是应该分析什么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既然是一个 经济社会啊 是经济社会 市场社会 这是我们讲的 为什么呢 它和封建社会不一共 封建社会是一个政治社会 是一个政治国家 它整个是所有的 你经济是从属于政治 它经济是不发达的 那马克思在这个资本认里面讲啊 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 它的这个商品生产 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把这个在资本主义里面 已经有的这样一个 作为次要因素的 这样一个商品经济 这是最发展 最活跃的一种 而且是最能刺激 经济发展这种形式 在这个资本主义 在这个封建社会 它是一个次要的形式 但是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呢 就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形式 那么正是由于有了 这样一个商品生产 所以你建立的 这个上层建筑 能不能的观念 整个的社会的 这样一个政治结构 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商品结构 都是商品结构 都带有资本的 这样一个性质 这样一个商品结构的性质 所以它就要这样来 这样来分析 那么这样一种分析呢 那就是说 要求啊 你要分析 现代社会的内容 分析它的经济 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你就要考察 资本主义 它在经济结构上的 这样一个变化 这样一个变化 所引起的 这样一个上层建筑的社会 发生了哪一些变化 所以这就是一种 起源学的考察 而不是说 我简单的用一个经济基础 单因素去解决 去解释哪一个要素 而是应该看到 这样一些上层建筑的 这样一些要素 它的这个上层建筑 结构的变化 它是怎么被吸收到 这样一个 被转入这个经济的 经济总是要 就是经济它是随着经济的需要 来逐渐的增长起来的 逐渐增长起来 所以它就用这样一个方法的 来认证这个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这个它就和马斯 那个时候的这个考察 就有了一个区别 就有了一个区别 这个我们书上写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这个拉布里奥拉 这个维吾史官 它的出现 我们可以看一看 实际上它有这个双重的意义 第一个呢 它是对维吾史官发展 做了一个对维吾史官发展的意义 就是说应该说呢 拉布里奥拉第一次对维吾史官 做了一个彻底的历史主义的认证 做了彻底的历史主义认证 第二个意义呢 就是它对意大利哲学的意义 对意大利哲学的意义 它对意大利哲学的意义呢 就是我们讲了 它是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两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说它使意大利的历史主义哲学 获得了现代社会的普遍意义 从而走上了建构历史的 形而上学的道路 就是说以前的意大利哲学 我们刚刚讲的 它都是历史的 这个意大利哲学啊 它发源很早 和这个文艺复兴呢 它是连在一起 好像很那个 但是它真正作为一种哲学形态 被认可了 这是很晚很晚的事情 这一个当然和这个意大利的 这个经济落后有关系啊 它的这个经济啊 发展远不如法国 这个一直不如法国 包括到现在还不如法国 经济不发达 它的这个工业啊 什么都不是太发达 这是有这样一个原因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历史主义啊 始终是和这个民厨 因为这个维科创造 始终是对原始民厨的 这个考察 你同样是文化哲学 但是你的研究对象不一样 你的这个理论的局限性 就不一样 这个维科呢 它因为是考察 这个原始民厨的 所以它就总是 局限于这个民厨文化 找不到一个 不同民厨之间的 一个共同点 找不到这个共同点 什么东西使这个 不同的民厨 能够连接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世界历史普遍性的问题 什么东西把不同的民厨 能够连接起来 而且建立的是一种 内在的联系 它找不到 那么这个呢 所以对这个文化哲学的研究 我们当然强调 这个研究民厨文化 研究语言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 文化哲学的研究 不能拿入到 这个普遍性当中去 那么你的这个 文化哲学的研究啊 也是就是说 也是不能产生影响的 不能被别人所接收 不能被别人所接收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真正使 这个意大利的 这样一个历史主义哲学 它的这个文化哲学形态 由民族走向这个 现代社会 获得这个普遍意义 应该说是拉布了拉 就说拉布了拉 用这个唯无死官呢 改造了这样一个 改造了这样一个学说 就强调 这个文化哲学 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啊 要通过什么 它特别强调 我们刚才讲的 要考察什么 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 你对资本主义考察 就是对历史普遍性的考察 对历史普遍性的考察 所以它就灌注了 这个现代社会的内容 使它获得现代社会的 这样一个普遍性 这是它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改造方法 所以正是由于它的改造 才能够建立新的 历史的 形而上学道路 这个历史的形而上学 和理性的形而上学的区别是什么 它是把历史本身 作为一个形而上的东西 来进行考察 就是说形而上的东西是什么 不是觉得精神 不是理性 而是历史本身 而是历史本身 这是科罗奇的这样一个思想 当然这个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科罗奇 关于这一个方面的这样一个书 它的历史哲学的书 那后来的这个 格兰西也非常重视 这个科罗奇的学说 它可以说它通过了什么呢 通过了这个拉布辽拉 然后到科罗奇 然后再到这个格兰西 在这个当中的格兰西呢 它是改造什么 改造的 如果说这个科罗奇 改造的是拉布辽拉的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就是它接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历史主义的观点 然后呢 把它把历史提升为形而上学 就是把历史从这个 唯物主义 历史理论里面抽象出来 把它变成 建立这个历史形而上学 那么呢 这个 这个 格兰西呢 就进一步对它进行改造 就认为了 这个你讲的这个历史的形而上学 是把这个历史形而上学 当你一形而上学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抽象 然后就把它和行动结合起来 就强调这个 作为历史的这样一个本体 它应该是行动的 是应该行动的 是应该和意志结合在一起的 和意志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样呢 它就形成了这个 格兰西的这样一个 实践哲学的一个本体论 实践本体论 所以这样呢 就奠定了又形成了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传统 所以这样呢 它就是从它的这个第一个意义呢 就过着它的第二个意义 就奠定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传统 所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 应该是从威科 从这个 纳布里奥拉开始的 纳布里奥拉开始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研究啊 纳布里奥拉哲学的这样一个意义 和主要要把握的这样一个思想 要把握的这个思想 这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内容 然后呢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 讲这个第四章啊 就是普利奥拉诺夫 可能快一点啊 因为我们必须 这一周和下一周就讲完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 普利奥拉诺夫的这样一个前面讲一下 后面呢 我们下一次课啊 就开始讲它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思想 那么普利奥拉诺夫呢 他是俄国的 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啊 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 对列宁思想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深刻的影响 这个普利奥拉诺夫呢 是1918年6月12号去世的 当时他去世的时候呢 他是在 他自从这个逃到日内瓦以后 就是说这个出国以后 就一直没有回到祖国 后来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当他去世以后 把他的尸体抬回了这个祖国 抬回祖国后来举行了国葬 举行了国葬 这是作为这个 这是俄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这个俄国啊 整个思想世界的一个影响 世界的世界影响 也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 这个研究的能物 当然了他和这个考斯基一起被称为这个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叫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家 由于他的这样一个地位啊 所以这个格兰西呢 在批判这个第二国际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典型 经常用这个口气 这个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 就是普利安诺夫的这个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怎么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有问题啊 就是以他为这个研究对象 所以我们呢 要了解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啊 普利安诺夫呢 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环节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原著里面 我们我们讲一下 第一个我们的意见分析 我们的意见分析呢 主要是讲的 他和民粹 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民粹派之间的一个区别 是他在创立劳动解放社的时候 他们在创立劳动解放社的时候啊 他发表了一个刚领性的文件 就是关于这个劳动解放社的一个刚领性文件 所以这一个了解他呢 就特别就是说特别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就了解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 他们的根本分析是什么 他们的根本分析是什么 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啊 把它搅混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后面两部著作呢 是他的最重要的这个维吾斯官的著作 就是这个普利安诺夫啊 他的理论贡献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啊 几个层面上讲 一个层面呢 就是说这个 他的贡献呢 在美学维吾斯官上面 是他最突出的贡献 还有那个突出的贡献 那么在维吾斯官里面 在维吾斯官里面 他有几个学说啊 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五项论 就是他对人类社会结构的一个理解 人类社会结构的理解 我们考年就真的说 考年就真的说考五项论 结果那个什么是普利安诺夫五项论 都答不出来 大叫说怎么这个那么难呢 我说难什么 你要学马哲史 连五项论都不知道 都太滑稽了 尝识都不知道 一个是他的五项论 对社会结构的这样一个分析 第二个呢是地理环境学说 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证里面呢 涉及到地理环境 比方说这个地理环境 这个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不同民族的这个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那么这个他受当时的地理环境学说的影响 发展了这个马克思的地理环境学说 当时呢那个普利安诺夫啊 他不是最早的时候 受他的母亲的影响 他的母亲呢 是比林斯基的外申女 是比林斯基的外申女 那比林斯基是 这个俄国社会民族主义者啊 就是革命民族主义者的一个 重要的代表人物啊 所以他早年就受到他母亲的 很深刻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社会心理 就是社会心理学说 就是他第一次把马克思 把这个意识形态啊 划分为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 然后探讨这个 就是说意识形态啊 他不是直接和经济基础相关的 直接开化出来的 而是当中什么 有一个社会心理层面 然后探讨了这个社会心理的 这样一个规律 以及他对思想体系和生产力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他的社会心理学说呢 也是非常发展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唯武史观史的研究 考察的唯武史观史 我们刚才讲了 他是以这个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五项认啊 是强调什么 唯武史观的 遗元认 唯武史观之发展 什么叫遗元认呢 就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那就是考察这个历史动力问题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 当这个拉布尼尔拉 他是以人的本性和人的自由为主线 来讲这个历史唯武主义的起源的时候呢 他是以生产力啊 生产力的这个发现 来讲唯武史观的这样一个起源 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学说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样一个特点 这是这个 还有一个 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只有五万字 名篇 这是叫什么 叫这个 我们现在叫马克思的哲学史上的一个名篇 你要讲这个 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写的最好的就是普连龙夫 就是他只有五万字 把这个问题啊 弄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生动 那讲起来啊 这个 可以说是充满了这样一个极情 充满了极情 他用了大量的这个 法国史的这样一个例子 来分析这个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也是因为对民粹派的批判 提出了这个 那么所有的这一些啊 构成了他对维吾史观的这样一个贡献 而这个贡献呢 就主要反映在这两本书里面 这一个书啊 实际上 那个人在历史上 很薄很薄 只要 只有这个五万字不到 但是读起来 读得 写得非常的流畅 也写得非常好 我觉得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去领悟一个思想家啊 他在写这样一个 好的文章的时候啊 他所流露出来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这样一个极情 我觉得是 是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他的这个思考题 他的思考题呢 一个是 呃 我们讲了啊 我们的意见分析 讲了他和劳动解放社的关系 所以一个呢 是普雷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 这样一个关系 呃 要了解什么是劳动解放社 这是这个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普雷安诺夫相论及其愚言论的认证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那一本书的 第三个呢 就是普雷安诺夫是怎样认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 也是他讲的这个观点 第四个呢 就是普雷安诺夫的辩证维吾主义 与第二国际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的区别和联系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他们都是第二国际 但是呢 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也就是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 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它是起源于普雷安诺夫的 所以你们要看的时候 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叙述的很多不同的特点 那么从我们这一门课来说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有限 我们讲的普雷安诺夫的重点是什么呢 一个是讲他的五项论 劳动解放社肯定是要讲的哦 那不讲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一个呢是讲这个五项论 第二个呢要讲地理环境学说 第三个呢讲社会心理学说 再一个讲这个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这个不讲了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这几个部分内容我们下一堂课讲 一二三四四个 把这四个部分看一看 把这四部分看一看 你们先在下面预计一下 然后讲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这几部分道理 这个我们肯定就是把它 作为重点讲 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个 道理它里面有哪些是 这个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一个思想 这样一个思想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